日本佐賀院最近有新品種的士多啤梨 記得留意情報Facebook 有機會送給你吃 而這間cafe 還有限定的士多啤梨甜品 各位士多啤梨 跟我來 今天邀請到佐賀院香港事務所的代表 Suzanne 和我們介紹這款佐賀妹小姐的士多啤梨 Hello,Suzanne 你好 我是Sanne 其實這款佐賀妹小姐的士多啤梨有甚麼特別 佐賀妹小姐是我們佐賀院獨自開發的新品種 它是由15000株試驗種植之中挑選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其實比較大顆 顏色之中深紅之中帶有光澤 咬下去非常多汁 很有濃郁的果味 還有帶有一種很獨特的甜甜的香氣 看到這個外形特別大顆 而且一聽到多汁就覺得一定會很好吃 立即想試試 我旁邊這位就是cafe la的日籍老闆兼甜品師 崇江哲先生 你看到桌上這幾款佐賀妹小姐的士多啤梨甜品 都是由他設計的 Matsuka さん こんにちは 好嗎 介紹一下桌上這幾款甜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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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款甜品 那麼 哪一款是最受歡迎? 我最愛的甜品 非常多款甜品 那麼 對 Cookker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款呢? 講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試吃了 先試這一款最受香港人歡迎的 士多啤梨拿破崙 拿破崙的酥皮有些焦糖味 再加上它的奶油和鮮忌廉 好吃啊 吃完拿破崙 再試一試這款芝士凍餅 這款芝士凍餅有少許微酸 反而更加突出河門小姐的香甜 很合適 而且不理會 最後就試這個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很鬆軟 吃起來一點罪惡感都沒有 如果你都想吃這麼多款 限定座河門小姐的士多啤梨蛋糕 就記住快點來了 留意情報Facebook 我們還會送你 超甜座河門小姐的士多啤梨 我們還會送你